我身后是全世界最老的麦当劳 这一份是他们家70年前的彩蛋 今天揪揪带你们去看一看 70年前的麦当劳和我们今天的麦当劳 都有什么区别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俊小舟 你们还记不记得在你们城市 第一间麦当劳是哪一年开业的 我要没有记错的话 在我们南昌 第一间麦当劳是03年开业的 如果在你们城市 第一间麦当劳也是03年开业的话 那真是 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是全世界最老的麦当劳 今天就要带你们穿越回70年前 点一份那个年代的麦当劳套餐 整间麦当劳走进来之后 和我们去过的所有的麦当劳不一样的是 它几乎保留了70年前的那个复古的样子 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个麦当劳叔叔 卖门的小伙伴 有没有什么想对的第一个麦当劳叔叔说的话 把你的愿望打在弹幕上 保佑我以后每天都可以遇到麦乐鸡侠 70年前的汉堡只要一毛五分钱一个 薯条只要一毛钱一分 太便宜了 点了一份1953年的套餐 好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拿回来了 这些是麦当劳现代的菜单 这一坨就是70年前我们可以点到的所有东西 一杯咖啡 一份牛奶 一杯香草奶昔 一杯可乐 当年售价一毛 在你们那一杯可乐现在卖多少钱 这两份是70年前为二的两份汉堡 薯条我觉得是最离谱的 当年的一份薯条只卖一毛钱 现在的一份薯条卖3块5毛9 整整翻了35倍有多 所以有条件的小伙伴们在家里多囤点土豆 这玩意有升值潜力 其实那个年代的汉堡 跟现在的汉堡 在hamburger还有cheeseburger这两个品种上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面包片加了一份 burger 这个就是hamburger 非常的小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汉堡 罩着就感觉好像大家都吃不饱饭一样 你这一个汉堡 我感觉我可以吃5个 cheeseburger跟burger的区别 就是里面加了一层黄色的芝士 这种芝士呢是american cheese 就是美国芝士 我觉得麦当劳的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标准化 它最大的进步呢 就是把整个的快餐这套系统 带给了现代社会 你会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方 都能尝到一模一样口味的麦当劳的汉堡 我觉得这就是麦当劳的 对整个餐饮行业最大的贡献 我觉得麦当劳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品牌 无论你的社会地位怎样 无论你贫富贵贵 也无论你做的什么样的工作 你都很难脱离麦门的掌控 来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吃过麦当劳的小伙伴呢 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我们看看这个人群 到底有多么的庞大 没有吃过的不用点啊 今天这个视频允许你们白嫖了 除了他们的薯条 还有汉堡之外 我觉得70年前的饮料呢 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我们今天呢 能够点到 能够复刻到的 有两个东西是没有的 一个呢是他们当年的一种果汁 这种果汁呢 现在在麦当劳已经看不见了 还有一个呢 就叫做Rude Beer 现在麦当劳也不再卖了 但是呢取而代之的 他们卖的是Dog the Pepper 这种口味呢 和Rude Beer多多少少的 会有一点点像 像风油筋的味道 属于那种喜欢的人很喜欢 讨厌的人非常讨厌 尝完他们家70年前的菜单呢 我们再来看看 现代的麦当劳 在美国都卖一些哪些菜饼 这个呢是牛肉和汉堡 也是美国可以说是 卖的最好的汉堡之一 Juicy is quarter pounder yet It's perfect 你们看现代麦当劳的汉堡呢 他们在肉饼上呢 做了哪些改进 我觉得在2023年 你想把汉堡做好呢 至少要符合三个标准 第一呢你的面包皮呢 要看我觉得非常的蓬松 第二呢就里面的配菜呢 要非常的丰富 类似于麦当劳这款汉堡 它的配菜非常的丰富 还有呢就是你里面 那个肉饼呢 要非常的Juicy 那这才是一个好汉堡的 基本的标准 除了我们常见的牛肉汉堡之外呢 在美国的麦当劳呢 还有两个非常火爆的品种啊 一个呢就是炸鸡汉堡 这个呢是摄像师最爱吃的 就每一回来麦当劳他都要点这个 我觉得这个麦乐鸡堡呢 就比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牛肉汉堡呢 它的面皮上我觉得更有特色 你看一分为二 哎呀所以还是会点的 那你还吃我的 嗯 是不是有多少小伙伴呢喜欢吃炸鸡汉堡呢 来举个手呢给举举看一眼 炸鸡汉堡呢 其实在70年前的这个菜单里面是没有的 汉堡是在1979年呢 才第一次把鸡肉引进到餐厅里面 所以呢才造就了未来的麦乐鸡霞的出现 那这一份呢 是他们家的鱼肉汉堡 里面呢是一整块的炸鱼块 然后呢配了一片 有点跑偏的 芝士 知道吗 在大楼成本最高的汉堡就是鱼堡 成本最高的是鱼堡 那不能让资本家产的便宜 来一口 我觉得鱼堡呢就不像牛肉汉堡 那么的juicy 也不像鸡堡那么的酥脆 就总感觉鱼堡呢却有点灵魂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啊 有同样的感觉 反正呢我不是很喜欢吃鱼堡 你们喜欢吃鱼堡 那你还吃第二口 Not good 那七十年级的麦德劳呢 在甜品方面呢 可以说就非常的单调 如果说奶昔也算是甜品的话 那可能这个呢 就是他们家唯一的甜品 但是现在的麦德劳呢 甜品就多咯 这个呢是麦德劳呢 刚刚在美国推出的 草莓口味的麦旋锋 帮大家试一试 看看这个甜品到底味道是什么 它下面呢是 冰激凌圣代 然后上面呢 就是各种口味的草莓粒 嗯 因为你在吃的混上中 能嚼到一粒一粒的那个草莓的干里 然后配合上面这种松软的冰激凌 哎呀 嗯 You try apple pie? No not yet Original Original apple pie? Yeah The only one that sells original apple pie Rear 看来我有得去拿一个了 哎 不是我说的 隔壁大哥说的 嘿嘿 我也没有那么爱吃甜点 不 我觉得说实话 是不是骗我 大哥是不是在这里有股份呢 哎呀骗我吃甜点的 它感觉没有什么气味 它的表面呢撒了很多的肉汇 然后里面的口味 好像跟我平常吃到的那个apple pie 也没有什么区别 就很普通嘛 人家说70年前的口味 我又没吃过70年前的什么味道 说明卖到老呢 在全世界都附和了他们家70年前的口味 厉害嘛 好那视频的最后呢 Joji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我们呢预定了今年6月份位于丹麦哥本哈根 全球排名第一位的 Noma他们家的座位 单张门票的售价1500美金 Joji Noma呢凭什么成为21世纪 最具影响力的餐厅呢 记得关注我们频道 接下来呢 JoJo会带你们去一探究竟 好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面内容 我是Jo小宗 喜欢我们视频呢 谢谢我们视频点个赞 那我们下节目见 拜拜 拜拜